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十月初了 在加拿大安省的南部 双冬的日期基本上 会在十月份的中旬 或者下旬来临 春季的时候会在五月份的上旬 和中旬之间 这个时候就可以搭建一个小温室 让我们的蔬菜 可以多生长一季的时间 我的这个菜船里头 还种着一批生菜 搭建这个小温室以后 这个生菜 可以一直生长到十月底 搭建这个菜团 只需要三种材料 两个宝贝 一个就是这个塑料膜 一个是PVC管 还有就是固定PVC管 用到的管夹 另外两个宝贝就是打了洞的 一成二的木条 还有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PVC管扣 这个管扣 可以牢牢的抓住PVC管 和塑料膜 即使在大风的日子里 数量膜都不会被吹飞 小温室的搭建 非常的快捷简单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个温室系统 是我老父亲多年前 在加拿大的时候帮我搭建的 它可以使用在race bag上面 如果没有race bag 也可以直接在地上使用 后面我会展示给大家看 这个菜床 是四尺乘以八尺的大小 它在菜床的两边 每隔两尺 盯上一对的水管夹 所以一共装了20个水管夹 这里用到的管子 实际上是电线导管PVC Conduit 买二分之一寸的口径就够了 这个口径的管子 它的强度已经足够了 同时还具有很好的揉韧性 这个导管的异端比较粗 要把它切割掉 不过如果你是直接使用在地上的话 没有用到水管夹 就不需要把它切掉了 这个PVC导管通常都是十尺长 扣除掉菜床两边各一尺的余量 拱起来的这一部分长度约为八尺 这样就和我买来的 塑料膜的宽度刚好一致 所以大家在搭建温室之前呢 要根据能够买到的材料 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避免浪费材料 现在来准备一下塑料膜 这种塑料膜叫做Polytop 实际上是用在室内 做保温隔绝用的 它的厚度是6米尔 非常耐用 当然这一大卷 足够做五六个菜床了 根据需要的长度 把它裁卷下来备用 接下来来准备一下 温室的开关控制木板 这个木板就是用很普通的 一乘二的木条 对应水管的位置打几个洞 不过打洞的时候呢 要尽量让这些孔 都偏向于一侧 这样在关上塑料膜的时候 木板能够比较平稳的 停靠在菜床上 这个管夹在菜床的外面 所以你这个孔呢 要向外一点 如果打在中间 它这边的依靠就少一些 就会歪斜下来 最后要准备的是PVC管扣 这也是最难的一个工序 这也是最难的一个工序了 它真正的口径是八分之七框 这个切口是四分之三 这个开口是刚刚好能够扣住 内径为二分之一英寸的PVC管子 我这个是八分之五 这个可以扣在一层二打孔的那个木条上 要精准的纵线切割这些PVC管 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工具 具体的制作方法 我也找了几个视频 我把链接放在说明区了 我们家没有这么专业的工具 是我老父亲用手工具慢慢打磨出来的 非常感谢他付出的时间 因为这些PVC管扣实在是太好用了 切割好的PVC管扣的边缘以及四个角 一定要打磨一下 要不然它很容易就会把塑料膜给刮破了 剩下来的工作就是把这些部件快速的组合起来 温室一般适合在白天的温度低于15度以下才开始使用 像我们这里过两天温度还会高达22度 我就得要把这些温室都打开来 在春天的时候可以提早一个月把它组装上 再早的话土里的温度又太低了 根本不适合种菜 秋天的时候可以延长一个月 再晚了就快要下雪了 也不适合种植 而且这个温室也承受不了大雪的重量 所以能够很方便的拆装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当然使用的时间很短 就能够增加这个小温室使用的连线 最后把两端给它夹起来 在起大风的日子里 可以把多余的塑料膜用重物把它压到土里头去 这种小温室不但在 Race Bear上面可以很方便的搭建 如果你没有Race Bear 它也一样很容易搭建起来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吧 你甚至都不需要购买水管夹 只需要购买一些2英寸长的支撑杆 一半插入地里 一半留着支撑PVC管 我用手边现成的主杆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假设这里是土地 这个直接放在地上 电根管呢 就插在地里头 剩下来的就和在Race Bear上面搭建温室一样的操作了 如果你觉得插在地里头骨架不够平稳的话 你可以再增加一条打孔的木板条 来增强它的牢固性 好了我们的温室就搭建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给我点赞并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一次见 tidak 好 海加维船